史書記載王岐會先將自己化妝成美婦人 將婢女謀面安置室內 令男寵們入內禹之營 而自己則在門縫間頭盔 等性起時便讓男寵們與自己刑防 史書稱這群男寵對王岐刑防時就像對女人一樣 起床後若是不適得滿意 對男寵們的賞賜也是不計其數 哈囉大家好我是達拉Samuel 歡迎來到Samuel的歷史小教室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很有名的韓國電影雙花店 劇情講述著元朝時的附庸國高麗 長期受到元朝支配 而高麗國王因為是gay 無法與蒙古王妃生子 迫於元朝的壓力下 只能令自己的男情人與王妃刑防 當男情人問為什麼選自己時 國王說了一句甜到心坎裡的話 因為我希望中殿生下的小孩 能跟你一樣溫柔 但這個舉措卻讓自己的男情人對王妃發生感情 緋分的國王對男人施以撫刑報復 將他囚禁 逃脫後以為王妃被殺 跑回來報仇的男情人刺殺了國王 卻發現王后其實沒有死 這只是國王測試她是否曾經愛過自己 最後國王與男情人遺憾地死去 他們間的愛成為永遠的謎 這部電影是改編自真實歷史上的高麗公民王 不過有點遺憾 因為電影主軸多聚焦在多元的戀情上 忽略了真正的公民王 其實並不是普通的野雞君主 反而是大用作為 帶領國家脫離蒙古人過度干涉的控制 在王朝末期歷途改革 中斷蒙古化 恢復原有的理智 為未來的李氏朝鮮與明朝 成為好基友殿下穩定的根基 今天就來跟大家介紹這位 高麗王朝末期最有作為的同性戀皇帝 先跟大家簡單介紹高麗王朝的小背景 西元918年中原正處於五代十國的大分裂時期 高麗王朝建立 高麗太祖生前完成了朝鮮半島大部分的統一 並在此前立下立國祖訓 皆以中原理法為準則 其中一條更是表明 我高麗國各方面皆尊奉中原王朝 像遼國契丹人那種禽獸之國 絕對不能效法他 從這之中我們可以看出 當時的高麗執政者 受中原的思想影響非常深遠 並且歧視那些未開化的野人 雖然後來北宋君是孱弱 高麗王朝還是向遼金兩朝稱臣啦 不過因為外交得宜 雖然向遼金朝貢 但高麗始終保有高度的自主權 直到收猛的蒙古人崛起 高麗才開始受到前所未有的恥辱 以往朝鮮半島的君主 雖然對中原政權稱臣受策封國 君主死後配有皇帝的太廟配饗 什麼高麗太祖高麗太宗之類的 這些僭越的作為 中原政權通常都並不加以干涉 但自蒙古人崛起 對高麗發動九次戰爭 他們不堪其擾 在這期間他們妥協了一個條件 成為重大的轉折 未來高麗王朝的繼承人 都必須要在大元首都作為人質 直到繼承王位 由此高麗王朝逐漸蒙古化 在中晚期時已經 背棄宗廟禮樂 主動替法義福 其筆色目 徹底向大元稱臣 而蒙古化的高麗國王代無妙號 只有大元帝國所賜的嗜號 且世代求取元朝宗女 無論貴賤都必須要立為元配 因為受到元朝庇護 這些蒙古公主有著極高的權力 其中忽必烈的女兒就十分凶悍 常對高麗國王棍棒毆打 還肆意搜刮明知明膏 回娘家時還必須搜刮明女 送給元朝皇帝 而若是丈夫對元朝宗女不利 高麗國王會直接被逮捕回大元 在這裡先為當時的高麗背景做個小總結 因為受蒙古人侵略 王世紀前人被迫蒙古化 高麗開始廢棄原來的禮法制度 政治態度也轉向親緣 但總體來說 高麗王世一廂情願的成分還是比較高 高麗除了被滲透內政外 在很多方面可以說是喪權入國 例如自願替法義福 祈求地位提升沒有被接受以外 求取公主卻只有一位是皇帝女兒 其他都只是龐戚宗女 而且國王必須尊從王妃 甚至讓他們為所欲為 造成政治與社會上的波瀾 並喪失了王家以及民族的尊嚴 西元1341年我們的大男主王岐 入元朝首都為人質 因為他的哥哥被元朝所廢 所以他被視為高麗的储君人選 他在元國時受到良好的儒學教育 成為元朝皇太子的伴讀 並且遠赴墨北 迎娶了魏王之女 由於年少的侄子輔繼位 便跟他爸同樣只知道享樂 於是又被元朝皇帝廢數 立王岐為新王 所以王岐才帶著妻子 新冊封的陳毅公主 回到高麗國繼位 王岐與陳毅公主的感情很好 他不同於以往的元朝公主 並不干涉朝政 並十分賢慧、有謀略 常與國王共患難 像是內亂難逃時 他不願成做妃嫩的教年拖累丈夫 於是自己騎馬 光變謀反時 王岐躲藏在太后的密室中 公主就坐在店中掩護他 另外由於王岐不敬女色 所以他們比較屬於精神上的靈魂伴侶 然而結婚十五年來 都沒有子嗣的國王 終於讓公主懷孕 但懷孕剛滿月不久 公主就伴隨著病發症 臥病不起 王岐因此大赦天下 親自為他焚香助導都沒用 公主不久後就先逝了 當時的背景已經是元朝末年 天下大亂、百姓不寧 但是王岐仍親近國力為公主置辦喪事 另外也對他思念成績 日夜在自己畫的公主陣容前 與他共識 並為他如宿三年 他們的感情如此深厚 其中有個原因是公主 支持丈夫改革 去除對若元的依附 找回原有的自主權 自力圖強 王岐府上尉 所以就不為門發氏族 主張還地愚民、解放奴夫 此舉雖然贏得人民愛戴 卻馬上迎來權貴發動政變 元順帝的齊皇后家族 常年壟斷高麗國政 甚至圖謀造反 國王提前知道這件事 並設公宴款貸 一舉將其家勢力剷除 隨即廢除 元朝在高麗設置的統治機構 並停用大元年號 剷除國內清元派的政敵 收復被元朝侵略的故土 趁元朝內亂無暇顧及時 找好替罪高揚 上表謝罪 含糊過去 表面上人對元稱成 內陸卻大失反元政策 行獨立之時 該年他就下令恢復祖宗之法 原本被元朝降級的官制 恢復等同帝國的舊制 重長王國爵位分工等自主權 此外 象徵朝鮮始祖的姬子廟 也被重新修建 重振禮法 在他的認知中 姬子是受封於周朝天子 與朝鮮造化土明祖先 高麗王室的太廟也開始重新祭祀 喚醒高麗的民族義士 王旗並帶頭續法義服 並在後期明朝建立後 向朱元璋請賜中元服飾 像我今天穿的這套漢服 就是明朝的團隆元領袍 高麗文武百官 國王 非憑都換上了中元舊制的官面 史稱 自是衣冠文物 煥然復興 冰冰呼古矣 然而 雖然開始大刀霍普徹底改革 但因應國際情勢 在蒙古人殘存的北原勢力下 王旗仍多次改動國內官制 但總體上來說 王旗在軍事以及王座的寶貝上都是不錯的 齊皇后震恨王旗當年殺光自己全家 慫恿元順帝廢除他 但王旗在外交與軍事上運用得當 保住了自己的王位 並重生了高麗的主權 1368年 朱元璋趁勢崛起建立明朝定都於南京 早在從前就有往來的王旗 於隔年正式前史 向大明稱臣 1370年 王旗受大明冊封為高麗國王 被使用紅五年號 於是發生了我稍早前所說的 王旗向大明求賜漢服、禮契、雅樂等 基本上恢復了朝鮮政權長久來的唐夷福治 只可惜身為初代反原清明派的高麗王 馬上又遇到了困難 朱元璋將戰敗的農民政權流放高麗時 隨行使者離奇身亡 又在其他事件中發現高麗的舉措 似乎有元朝的奸隙之嫌 於是讓邊境多次拒絕高麗國的朝貢 並狠狠收入他 要來我們大明朝貢的國家多了個去 光國內每年小貢、三年大貢就快忙死了 那些九九之外的分幫小國 也不過一生才來這麼一次一絲一絲一下 你們高麗雖然跟我們風俗較勁 卻也不用太常來 你們三年來一次就好了吧 喔不不不不不 一生就來那一次吧 告訴你們高麗國王啊 也不要想著帶什麼金貴的禮物來 帶你們高麗的土產幾顆芭蠟來就夠了 以此收入高麗國王 隔年王岐人持續派使者朝貢 明朝才說明白 朝貢之禮不在於貴而在於赤城 又拒絕了高麗 許是看穿高麗與北緣人未斷交 大明死不將火藥換給高麗 而高麗外海連年受日寇侵擾 所以急需與大明建交 但內部仍有清援派勢力搞鬼 高麗始終得不到大明的信任 最後王岐的執政末岐可以說是比較慘的 因為姓成謀反她嗜酒成性 酒後會因為成義公主而痛哭 還會仗則左右奴仆 另外因為缺乏安全感 她從貴族中的美少年組成了子弟位 所以說表面上是禁衛隊 實際上卻是國王侍寢的男寵 史書記載王岐會先將自己化妝成美婦人 將婢女蒙面安置室內 令男寵們入內與之營 而自己則在門縫間偷窺 等性起時便讓男寵們與自己刑防 史書稱這群男寵對王岐刑防時 就像對女人一樣 起床後若是服侍得滿意 對男寵們的賞賜也是不計其數 此外因為子嗜問題 她曾拔劍強逼妃子與男寵們刑防生子 果真後來懷上孩子 但此事竟然是從宦官的口中告知 王岐便密令殺死男寵與該名宦官 奸黨卻先下手為強 王岐被男寵們亂箭砍死 死後葬在妻子陳毅公主旁的玄陵 因為當時與大明關係並不好 十年後才被明朝刺世號為公敏王 好 結論 高麗公敏王 王岐在歷史上的評價 雖然晚年因為姓氏酒脾氣火爆 以及混淆皇家血脈等作為 較不被認可 但因為當時的背景 人潮過度干涉內政 又有欺壓民族的四等人質 宮領王率領國家去蒙古化 復興先祖的唐仪及李月 喚醒凝聚高麗人的民族意識 並大刀破斧的施行改革政策 解放奴隸 還帝愚民 受到百姓的愛戴 此後也成為人民禁養的神奇 即使後來被高麗版的趙匡印奪權推翻 成立朝鮮王朝 但宮敏王 光是大殺清援派 我相信已經為未來消滅了不少戰亂 雖然有點心疼他的改革 成為朝鮮王朝立國的基石啦 不過想想其實也還好 畢竟就執政團隊往往有太多包袱幫手幫腳的 而朝鮮王朝與大明 後來也成為幾百年來的好基友 宮敏王應該算得上是歷史最有作為的同性戀皇帝了吧 好 我的影片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然後分享給你們也喜歡歷史的朋友們 我是打打三面我們下次見 請按讚 請按讚